Hello 大家好 我是Smiley 今天就来对比一下遮瑕膏 不同种类的遮瑕膏的好处和坏处 因为平时自己有很厉害的黑暗圈 暗瘡印等等 所以需要用很多遮瑕膏 今次我介绍的产品里面有7种 7种产品是 带遮瑕功效的产品 包括最基本的遮瑕膏 里面有一个戴遮瑕膏和坏处 但我也想放在一起去介绍 因为它的遮瑕能力真的很高 所以就有7种产品介绍 这7种产品包括 April Skin的黑色估讯 Etude House的Stick Concealer Maybelline Instant Age Rewind Eraser Canmake的Color Stick 之后还有The Face Shop的Face It Radiance Dual Concealer 还有The Sam的Cover Profession Tip Concealer 最后就是在韩国刚刚买的 Aritam 爱莫里 Full Cover Pot Concealer 这7款产品各有不同的质感和遮瑕功能 其实它们的颜色也不一样 因为有些是橙色 有些是浅一点的颜色 那我就会逐一去比较一下这些产品 希望大家喜欢啦 首先顺着次序呢 第一个就是我要介绍的Cushion April Skin 这个April Skin的黑色Cushion 我想大家都可能听过了 这个就是遮瑕能力很厉害的Cushion 最初我觉得这个很会干 但试用后发现原来都不是那么干 都挺好用的 所以呢 大家都可以试一下用的 这个Cushion的遮瑕灵 我会给四个星 它可以遮到我黑眼圈很多的黑色素 等我之后再塗遮瑕膏的时候 可以好好地遮瑕我的黑眼圈 而且它印上了我臉后 基本上是不需要再用其他遮瑕膏去遮瑕疵 所以我觉得这个遮瑕能力是挺高的 一个Cushion 这个Cushion的保湿度 我会给三个星 我觉得这个Cushion 其实它也不算太干 我就上网搜索过 发现那些人说它没有白色的 是比较干的 但是我用完它之后 发现它也不是真的干得很离谱 我用过其他Cushion更干 所以我觉得它的保湿度也是挺好的 价钱方面 我会给五个星 这个Cushion真的很便宜 现在在香港 如果你去 例如Wish的店 或者好像去Watsom C 都开始有April Skin可以买 不需要在网上找代购 而我记得我去搜索的价钱 都只是$98 加$98 一个Cushion其实是挺划算的 而且Cushion 都算是挺耐用的 可以 其实你打好少 已经可以任务实性的臉 所以一个Cushion可以用几个月 而你这么便宜 可以买到一个Cushion 我觉得它价钱挺划算的 会回购的可能性是挺高的 这个Edge House 是一籍concealer 但是呢 我就觉得它差一点 嗯 不太适合我用 它的遮瑕能力 我会给两颗星 其实不是说它遮不到的 它遮到 但是呢 有点美中不足 因为呢 它只有两颗色好 那对于我来说呢 一号太浅 二号太深 然后呢 不太适合我的颜色 所以呢 即使我上去都只是白了一颗 或者黑了一颗 其实达不到遮瑕功效 所以我才会给它两颗星 保湿度 我会给两颗星 这个是真的好干的 真的好干 我呢 塗它的时候呢 是有纹的 价钱方面 我会给三颗星 其实它只是500ml 价钱来说是很划算 但是因为 它不是那么适合我用 又干一点 遮瑕能力我感觉差一点 所以呢 我就给低一点的分数 因为我觉得它 有点不值 第三款遮瑕膏 是这个 Instant Edge Rewind Eraser 这个呢 是专用来遮瑕圈的 遮瑕力 我会给三颗星 其实用了它之后 我发现它又不是真的 传说中的那么好 它 我在韩国买呢 它是只有一个色号 它的色号是白了一点的 所以不是那么适合我 保湿度 我会给三颗星 我原本认为它很滋 因为呢 它这个头是 是 海绵头 但润了它面后 发现又不是那么滋 价钱 我会给三颗星 如果我没有记错呢 我是大概一万多瓶 买它的 那我现在不清楚的兑换率 但是不便不贵 一般呢 所以中等价钱 我就给中等的分数 到第四款 第四款 第四款产品呢 是Canmake的Color Stick 而Canmake的Color Stick 有很多颜色 但我呢 就在这里介绍 第七号的颜色 就是橙色这个 那橙色其实是用来遮瑕圈的 它的遮瑕力 我会给四颗星 以它遮瑕圈的功能来说 算是挺好 我呢 用它呢 大概塗一层 或者两层 在瑕圈下面 之后再很认真地 很仔细地 用手指 或者用手指 引开它 就可以遮到很好的瑕圈 所以我觉得它呢 即是黑眼圈也是挺好的 保湿度 我会给四颗星 其实它算是挺好的 很滋 塗上眼部之后呢 都不干 引开它更加好 而且它保湿度 都保持多久 可以一直都很滋滋的感觉 虽然呢 近眼一点 好像我那样近眼一点 这些位置呢 省眼睫毛下面的位置 很干很干 所以用它呢 它都是常常用卡粉的 一条条粉在里 但是呢 基本上呢 下面这些位置是ok 没问题的 价钱方面 我会给四颗星 其实它的价钱呢 不算太贵 也都不算太便宜 72元 对于我这些学生洞来说 我觉得都是偏贵一点 可以便宜一点 尤其是这么小 这个是The Face Shop的 Face Radiant Dual Concealer 这个呢 是旧妆的 所以我的样子和新的版本不同 但是呢 它们的性分和遮瑕能力 全部都是一样的 它的一头是Stick Concealer 一头是Liquid Concealer 可以用在不同地方 遮瑕能力 我会给四颗星 它的遮瑕能力其实挺好的 它的遮瑕能力其实挺好的 嗯 我呢 喜欢用它的Liquid那边呢 遮瑕眼 限圈 或者一些 暗瘡的东西 原来之后呢 它Stick那边呢 我就用它来遮瑕一些 抖印啊 或者是膚色不均环的地方 它的角可以用在不同的地方上面 而且遮瑕能力 各样都是挺好的 保湿度 我会给四颗星 其实它不算太干涮了之后 尤其是Liquid Concealer 遮瑕眼是完全OK的 Stick Concealer就会干少 但是呢 它遮瑕其他地方的时候呢 它都可以好好地 跟那些粉底混合在一起 很自然的感觉 有一个缺点就是 它的Liquid Concealer呢 用久了呢 会有一些干液 但好像我现在这样呢 它会偏干的 可能是因为它真的太久了 所以呢 因为我用了一段时间 由之后呢 我现在基本上呢 就很少用Liquid那边 只是用Stick那边而已 价钱方面 我会给三颗星 它大概是百多元左右的价钱 我就会觉得贵一点 不太捨得买 对我来说 这只牙膏几十元好像就可以了 第六款 The Sam的Tip Concealer 这款呢 我近期很喜欢这款遮瑕膏 它是GD代言的The Sam的牌子 它是他们的王牌 我觉得 真的 挺好 它的遮瑕能力 我会给五颗星 它遮瑕真的很好 而且它有三颗色好 三颗色好也很符合我的肤色 它呢 它呢 很滋的缘故呢 它遮瑕我的黑眼圈是一流 基本上塗完 一下小小一下 抹开它 就可以遮瑕到我的黑眼圈了 连带液都遮瑕 可以一支遮瑕膏用成一块面 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它的保湿度 我给五颗星 遮瑕膏很容易干的 但它用之后一点都不干 我觉得挺好 价钱方面 我给五颗星 它的尺寸 和这个 这个 这个这个 差不多 但这些是百多元 五十多元 七十多元 八十多元 但它只有五十元 最后一款遮瑕膏 是韩国 爱门尼阿里藤的遮瑕膏 Full Cover 大家可能都听过 这个遮瑕膏 在韩国很红 好像Pony也有用过它 尤其是我觉得它真的很好 所以我去韩国特地买了它 遮瑕能力方面 我会给四颗星 其实它遮瑕能力也算很好 我试过它一次 在黑眼圈上点了一点 然后没有拖它 它也算遮瑕得很好 保湿度方面 我会给四颗星 Pot Concealer很容易很干 但它是OK的 它不是很干 我试过它一次 去到外面 它竟然有纹的眼下面 但不是很厉害 所以 现在的Pot Concealer 觉得它挺好 价钱方面 我会给五颗星 我不是太记得 它实质多少 但它是几千元左右 九千元或者六千元 总之不高过一万万 如果换回港币 其实是很划算的 这个Pot Concealer 是可以很贵的 例如买那些名牌的 可能八几元或者是什么 但这个遮瑕几十元 我觉得它挺划算的 虽然它都是两颗色 其他那些可能是三颗色 但我觉得它两颗色足够遮瑕 挺好 那我就介绍完这七款的遮瑕 product啦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